AGA最近推出新歌《Tomorrow》鼓勵聽眾 要以正面心態面對艱難時刻 雖然紅館演唱會因為第五波疫情再到延期 但略不但清智機會保持正面心態看待 早前更有機會登上紐約時代廣場巨型LED屏幕 並與家人一起度過34歲生日 不過AGA的心情似乎仍未平復 據電視台員工報料 AGA最近一直跪關 不願公開露面 即使新歌正式派台 都不願意到電視台宣傳 懷疑AGA最近變得不太想唱歌 心情未見有氣息 更加猜猜她的情緒 可能出現問題 看來AGA不只要透過歌曲字面 現在似乎更需要得到其他人的鼓勵